各位大王主義往中華隊列車競爭到站 請問朱月王節 下一站 盧密雪 講開林冰小姐生前的絕活 玉碎上海麵 不妨講多一款另一個好朋友教我煮的麵食 李淳欣是我人生的第一個上司 她看著我大也看著我壞 當年經常去她家吃飯 她太太周寧是北京人 周媽媽更是我當年的普通話老師 周寧煮的一首好菜 尤其是她煮的都比較不方口味 怪不得不方口味 擺明是北京人 我這個廣東妹 但凡好吃的 我都不分你是南還是北 最記得第一次在她家吃到清炒土豆絲的時候 那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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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驗法 就是在她家 周寧有一道冬菇素麵 是我經常會自己煮給自己吃的東西 她把冬菇浸軟去定後 視乎冬菇的大小才決定剪不剪開 其實因為她不想太大隻 煮起的時候比較浪費時間 當冬菇浸好之後 你把它放在鍋裡加油 加多少不用擔心 油落到差不多跟冬菇高的時候 你就要收手了 加適量去核的紫天椒 甚麼叫適量呢 看你吃得有多辣 因為紫天椒的辣味是來增加這味冬菇的食味 所以辣不辣隨你決定 你喜歡不辣的一點不下都可以 接著就大火 煮滾了之後就轉中慢火 當你煮到差不多看到紫天椒 就由鮮紅色變成深紅色 又肥嘟嘟變成瘦猛猛 只剩下一層咿咿咿咿 這樣就對了 在這個時候 你記得加上鹽 拌上它 你才會很收火 撈起它之後 攤涼了就可以放進冰箱 冷几長時間都可以 因為它有油和只有鹽 這些這麼簡單的調味料 所以沒那麼容易壞 吃的時候就煮一盒日本素麵 為甚麼是日本素麵 自己吃的 品質要求當然是高一點的 在碗上放了冬菇 下油你記得 真的不要省著手 給膽去下 麵煮好了 直接放上去 用麵的熱力暖化 在冰箱裡拿出來 攤不久的這些冬菇 再加少許日本的淡口豉油 拌勻它 嘩嘩嘩 憑著麵的熱力 果股冬菇的香味 嘩嘩嘩 真是迷運震的 吃了第一口 你便會明白 為何我慢叫你放膽一點 千萬不要落得少 因為那些油才是真正的靈魂 你不渴見 你不渴見 你不止 你不止